女学友 她说她是新听友 今年六月份才开始听说是节目 她住在台北 那想要请教老师的问题就是 她有一层 她状的木瓜是什么状态 她状态心理的观世状态 但是这个新肖子就是长不起来 不长就是不长 而且她的肖皮又散 刮子 刮的就是木瓜的皮又丟 木瓜的皮疗 然后这个肖子住不起来 那么这大概是有几种的症状 第一个就是缺氷 木瓜的皮疗的一种很难看见 如果没什么以外 这应该是这个缺氷 这个缺氷的概念中 对这个肖来说 大概是一个致命伤 木瓜对氷很敏感 所以我来说 很容易去遇到的一个问题 这就是我们来说的 这个木瓜的缺氷 所以你氷要稍微补一下 稍微补一下 这个氷 这个效果会好很多 氷 你还是自己装一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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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缺氷来用的应该就都有办法改善到这部分的这个问题 至于这个氷的小氷 是怎样 它有时候比较高 其实木瓜是怕冷的 所以我们好朋友一定要稍微注意一下 那么因为他有怕冷的这个关系 所以 会怕冷 所以我们一定要把他处理好 大体上是这样 那么 让他不要冷 让他冷 这个 这个 可以稍微把他 稍微把他处理好 所以在这里让你稍微做一些参考 在这里让你稍微了解一下 大概就是这个情形 然后就是说 一定要处理好小 这个缺氷 第一 再来就是说 尽量不要让他 他怕冷 所以 有时候他就住不住 你尽量就是说 可以冷 冷 的时候 不要让他吹到凌风 尽可能有时候没办法 不然你就是要注意一下 反正尽量 软软的时候 让他尽量可以行动 让他一点点肥蜂 那么 他应该是可以 较快大起来 还有一个就是说 木瓜 不能每天去喝水 千万 很多人这种木瓜 说木瓜很重 水 每天去喝水 跟筋都滑滑 正常的筋 存不一半 去延前 如果对这个情形 这个问题就很多 所以 一定要小心 一个这样 就是说 不要 那个筋 要注意好 不能去压太多 不能去 不能去压太多 这个水 这大概是 我们在这里 一个很重要的 一个地方 就是说 我们应用的时候 一定就是要注意好 所以在管理上 一定要很小心 管理上要很小心 最主要是水 水 绝对不可以过多 但是木瓜当然是很重 水 但是他就是不可以 他的肉质 不可以让你堵水 不可以让你堵水 就这样 那么基本上就是这样的一个问题 提供给我们好朋友 先做一个了解 大体上是这种情形 这让你稍知道一下 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完全 这几个方法 稍微处理一下 这应该就很好 好 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